西方世界没有悟道,阿弥陀佛感觉三悟道众生太苦,而且也是修道的障碍。 摄放诸佛刹土是佛与众生善悟业所称的,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感,故清净壮业。 凡去西方者,阿弥陀佛,凡去西方者,阿弥陀佛皆不问,只要居足幸运行就可以了。 你是不是真心?是不是真想去?是不是真念佛?佛考试你,就这三句。 你这三个条件就是说,就通过了,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 那么这个世界,手有一切谱,西方世界没有。 凡夫,夜未消,可以待夜往生。 所以待夜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,那个地方没有物业,物业不起作用。 因此,物业不要想,想一次等于早一次,只有阵长不会断掉。 这一句话,大家要好好记住,干坏事不要常常想啊,想一次就又干一次。 想十次,你就干了十次。 活不要想它了,想佛多好啊。 干好事,干坏事,通通不想,只想阿弥陀佛就对了。 这叫修敬业。 这个人决定往生。 往生到极乐世界,极乐世界的平等世界。 跟谁平等,跟阿弥陀佛平等。 真平等,不是佳平等。 宗心,身体,跟阿弥陀佛相同。 向好,跟阿弥陀佛相同。 不是三十二相,八十种好啊。 你看,观无量寿金。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赞叹,阿弥陀佛,报神。 身有八万四千好,八万四千相。 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。 每一个随行好,放八万四千光。 每一道光里面都有布佛菩萨在那里讲经教学说法。 等于说,在他身体能看到全宇宙。 阿弥陀佛是这么好的身上, 身上我们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 这是摄放世界所没有的。 所以我们要把念头集中起来, 转向阿弥陀佛, 善中之善。 这就是小业障。 心里没有温念了。 念念都是阿弥陀佛。 念佛是最好的小业障的方法。 一切时,一切初, 齐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。 你的罪业就没有了。 你的罪业。 一切是最好的小业。 你的罪业障的方法。 您好。 您好。 按照品。